今天我们利用虚拟机展示一下这个VS2017的安装过程 我已经把VS2017的这个启列版的安装程序考试到了虚拟机里面 好,点击安装之后它有一个提示 然后我们点继续就可以了 那么在虚拟机里面的安装过程与我们在物理机上的过程它是相同的 这里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下载一下我们的安装文件 进入到我们的安装这个界面里面啊 在工作负荷这个选项卡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选的就是这个C++的桌面开发 因为我们后边的 无论是立项的测试啊 还是就是说我们代码的编写功能的这些编写啊 功能扣的调用啊或者是分析风暴啊 或者是特殊码更新驱动开发都是基于这个C++的一个桌面开发啊 它里面包含了我们的ATL MFC的啊 一些相应的一些部件啊 那么你看一下啊这边呢还有一个选项 对于X86X64的啊这个MFC的支持 这个需要勾选上 如果这一个不勾选上的话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了第二次啊 就是说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单个主件啊 来就是说把没有选中的啊 或者是漏掉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通过二次安装的形式呢 来安装这个MFC 如果第一次安装的时候这一项没有勾选的话 好那么这一项勾选了之后 你看我们实际上只有哪几部分呢 就是一个C++桌面开发啊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X86X64的MFC的一个支持 其他的话可以不选啊 当然如果到时候涉及到驱动开发的话 比如说16299的WDK那你SDK的话 你也要选一个对应的16299 如果你WDK的是17134是吧 那你这里呢也需要选一个对应的SDK的17134 当然这个呢我们在讲驱动开发的时候啊 我们再来安装对应的SDK就行了 现在我们不用管它啊 现在呢它会默认的会安装一个这个17763的SDK 在我们这个OS2017的话 到时候呢我们如果是安装的17763的这个SDK 那么我们再安装WDK啊做这个驱动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一个17763的版本啊 到时候我下载好了啊 发给大家大家安装一下17763的WDK 那么就可以进行对应的一个驱动开发了 好然后往下看移动这些呢我们都不要选啊 这些都不要选啊 这些都不选 那么一直移到这里有一个其他工具集 那么其他工具集这里呢有一个叫VS扩展开发 那么实际上我们要选的啊 我在这里总结一下 一个是就是扩展开发这一部分 这是第三步 其他工具集里有一个 好这里有一个扩展开发 还有一个就是MFC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完整的名字叫什么 叫用于X86或X64的这个MFC 这个东西呢我们需要选上 第一个需要选上的 我们移到前面啊再来看一下 是就是在第一个Windows这个选项里面啊 在Windows里面呢 那么我们有一个 使用C++的桌面开发 这个东西要选 当然出来这几样啊之后呢 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细节上的 就是 关于我们MFC这一项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项 需要做一个选择 我们选单个组件啊 点一下MFC 点一下MFC 嗯 那么这是第四个小项吧 那么这是第四个小项吧 就是我们在单个 里面 输入 关键字 MFC 然后 在这里边呢 我们有一个 这个 交代 SPE C TRA E 的 有一个缓解 有一个缓解 这个缓解呢 它有几项 那么我们要的是 呃 这个 C++ MFC的这一项 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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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解措施这边 我们要 C++ MFC 4 X86 X64 其他的不用选 大致上的话 就是选这几项 这样的话 整个安装呢 就OK了 就完成了 就这样的 好 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到这里 这里我们选中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下一步 安装 直到它安装完成就行了 你点一下安装过程 这里呢 它就直接开始安装 后边的安装过程的话 看你的网速 网速越快了 肯定就越快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安装了 因为我们也不需要 我们需要的是 这个安装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了 好 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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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